學貸免息行不行 丁學偉 當然可以啊 之前是114萬以下 是完全政府補貼 120萬是補貼一半嘛 那現在只是把他這個 急劇拉到150萬以下的話 這個利息全部都免 所以差距就是120萬到150萬 這30萬的一個所得人口的那個 有可能的學生的那個 學貸的問題 所以這個金額 說實在話不是很大 那現在很多人就會講說 我們這件事 我們要先把資金搞清楚 過去呢 應該說現行的制度 120萬以下是 你有資格申請學貸喔 對啊 不代表學貸不用利息喔 不用利息 但是 但是他現在 你也在申請學貸 是沒有這個資格去申請學貸 但是你還是要付利息啊 那現在新的證件是 全部不用利息耶 不是啦 我是說 120萬以下是政府補貼 一半的利息嘛 是補貼而已嘛 不是不用利息耶 所以我現在這個差距是怎樣 就是114萬以下 114萬以上到150萬